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百事大看点 我是主持人依林 更多更新的独家视频 上百事TVAPP关注只有独家 今天的独家视频 我们来关注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斯文江南 我度目上车了啊 近日演员闫一宽加盟了斯文江南的录制 参与到这样一档别具一格的文化节目中 闫一宽也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在斯文江南的录制现场 我们见到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我度目上车了啊 知道我是谁吗 这是宽哥还是渡目 渡目 渡目 宽哥你要去哪 哦 目哥你要去哪 我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虽然现代人做的很多 尤其是最近 包括每个旁的都做过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作为渡目 也要以身作则 我也要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要跟我来 化身世人渡目的演艺宽 这是一秒入戏啊 一旦演起来就挺不下来了 司机师傅我们出发 好 对不起 这个古人对车不太了解 这叫做鞠 这叫做鞠 此鞠胜乃豪华呀 还会 还能盗居啊 盗居 一点都不颠簸 此乃盛世也 在古代那个马车可以盗居吗 那当然不可以了 你有见过盗居吗 今天见到了 今天大开眼界 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这个繁华盛世 太太神奇了 还很温暖 渡目这是要去哪里 做什么事情呢 谜底这就揭晓 我们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也体验一下 大家都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 可是呢 作为渡目 我是 头一次做 这个鞠我自己来啊 第一次啊 哎呦 头上的小啾啾没碰到 好的 哎呦有点下雨 哎哎哎哎哎 哎哎 嗯 嗯 谢谢啊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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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 谢谢 哇 感觉怎么样 一点都不难受 不像你们所说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只要把喉枪打开 就能够很舒服了 再见了 杜先生 再见了 希望我的健康云上也出现 最好的 非常非常可爱的绿色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斯文江南 聚焦五大江南文化地标 每期邀请演艺名家及文化学者 结合现代戏剧的唯独和中国传统迎送 共同演艺并唯独各地文化英雄的经典文本 致敬中国文化英雄 在网界节目当中 孙力 陆毅 李若彤 李泽峰等亲情加盟 而做完核酸检测的盐艺宽 也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录节目了 杜牧这个角色其实我之前并不了解 那我通过这个整个录制的过程中间 我也就慢慢的靠近杜牧 一遍一遍的排练的过程中间 对他的诗句啊 经典诗句的不停的去凝颂拍摄 我也慢慢走进肚母内心的那个这种状态 所以还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也是学习的过程挺美妙的 从实地走读 戏剧为读到全民共读 斯文江南 立足江南 辐射中华 让古今现代的经典文本 成为人们内心不朽的文化图腾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东方卫视每周四晚播出的斯文江南 我觉得这样的节目的形式非常别出心裁 同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同时又是有营养的一个很好的节目 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 能够参与这样的节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